新北市政府秘书处与农业局合作将市府八楼露台 以及一楼市民广场变成了可食地景 种植了二十多种蔬果植栽 在市府同仁的照顾之下 这些蔬果不但无毒也长得相当肥美 采收下来之后呢 多数都是易卖给府内的员工 而截至六月份易卖所得为一万多元 秘书处表示会全数捐赠给喜寒儿基金会作为公益之用 不论是紫苏九层塔等等的香草植物 还是青葱地瓜叶番茄葡萄等等的蔬果 这一桌子的叶菜蔬果全是来自于新北市政府八楼露台 以及一楼市民广场的可食地景植栽 在秘书处同仁的用心照顾之下 这些无毒蔬菜和水果在采摘收获之后 便以易卖方式卖给市府员工 截至六月收入约一万多元 秘书处也将这些所得全数捐给喜寒儿基金会 生产的结果都销售一共 当然金钱不是很多 但是这个部分也可以来做一些公益的用途 兼献给相关的公益团体来使用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 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 借着这样一个成功的经验 能够分享给市民 鼓励市民也能够多利用它 现有的一些空地来做这样的一个使用食材 由新北市农业局推动的可食地景 就是利用闲置空间种植可以食用的植栽 并且鼓励不施农药 也因此在市府内的可食地景蔬果完全无毒 秘书处就表示在种植过程中 不但学习到许多种植知识 也提供了同仁舒缓工作压力的好取出 在种植过程中有很多长虫的地方 那童年女生就不敢去抓 那男生对这个抓虫都非常有经验 所以就大家就在工作的时候是很辛苦 但是在种公益的时候种这些蔬菜 我想就是可以得到很多的乐器 大大的牛腿护卦 让负责栽种照顾的市府员工相当的有成就感 同时也借由在市府园区栽种无毒蔬果 希望能够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友善土地的教育意涵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